華視新聞是接連的發生了出包事件 造成了華視的董事長總經請辭 而今天在立院的排定專案報告前 看到華視又在出包 這一回出了什麼包 是把行政院長蘇貞昌 直接誤辭成總統蘇貞昌 先前有火山爆發 有下起的冰雹等等的錯誤 那麼現在可以看到最新的又出包了 現在NCC主委被問到說 是不是要下台負責 他強調說 這是華視內部的管控問題 這個責任不是在NCC的身上 而另外在文化部長李永德 受訪也說 已經請公事當中比較有經驗人員 要來協助華視建立嚴謹的 直播SOP 雖然在內部的同一士氣受影響 但他也呼籲大家一定要來嚴謹 要來把關 他說他會負起責任 最快時間改組董事長 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一次華視的問題 它不是上下降的問題 它是內部管控的問題 那我們都知道這次的事件 是一個危機 不過也是一個轉機 讓全民知道說 我們整個公網集團的 這個結構性改革問題 迫在眉睫 我們也暫時利用這個機會 呼籲立法院 然後早日提出這個解決方式 讓公網的人事集團 人事的問題可以早日正常化 讓華視 他的未來的營運改善 都能提到 能有一個機會獲得解決 基本上來講的話 有沒有假訊息 我們基本上來講 一到法定程序去認定 那如果有違法 那我們去處罰 那至於有沒有到車窗的問題來講的話 那這個當然要必須經過去討論 而且我就目前調查所得的資料 看起來來講的話 還沒有到那麼嚴重的程度 新年華視出包 中共飯台火山爆發 昨天看到還有在這個最新的一個風波 是陳雅玲拿俏委會的標案錢 來做獨家 但長期不在公司惹議 今天立院召開了教育委員會 詳細狀況帶你來看 這個我希望委員 關心到一個程度 這個是一個標案 這是有非常大的問題 這個每一個人 這個不是細節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我必須要講說 如果今天陳代總經理 他自己身兼多職 又去拿了標案 那標案的裡面 其實他有一個身份 除了他是帶領總經理之外 但是我希望委員關心 不要關心到哪一個人的價碼 多少錢哪一個 這個已經到干預的程度了 但是他卻沒有去禁用 華視裡面應該有的員工 而去找他過去親信的partner 其實事實上可以不要花這個錢的 那據傳 據傳可能他這樣去 一天可能就要30萬 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去澄清 請你支持一下我們部長 我今天並沒有在支持他 現在是質詢時間 請部長要尊重質詢委員 部長我知道你急了 可能我們問到重點你急了 但是不應該這樣 不是急 我跟你講 委員你這個搞錯重點了 那我想我繼續請教一下陳代總經理 部長請尊重質詢委員 總經理我想 我說過了 是人才我們當然可以用 可是這個標案 錢出的是華視的權 我們有這麼多的員工 你也是代理總經理 你也是新聞台的台長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告訴我說 華視裡面沒有人可以用 華視裡面沒有人可以跟你一起去 我覺得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畢竟 華視現在所有其實付出去的錢 我們都要這個蜘蛛弊 為什麼 因為它是人民的納稅錢 我想這個你不會否認 所以呢 今天呢 您去找了一個外面的人進來 您現在說不能講這個費用 那部長幫您開脫說 不需要問到這麼細 可是事實上 今天就算是一塊錢 有沒有需要 有沒有必要去浪費 我想這個 只要跟公交有關係 就是悲哀就悲哀在這裡 那所以 我不知道您在悲哀什麼 所以接下來我請教一下陳代總經理 您這次反國 反國要隔離 那在防疫旅館的部分 跟居隔的部分 這個有接受到補貼嗎 我是居家隔離 有接受補貼的費用嗎 居家隔離 沒有 防疫旅館呢 我沒有到防疫旅館 通通都沒有是嗎 對 好 那我想 不管是 您在您自己的這個專業上面 我覺得這一次 你接這麼多的職務 很明顯 我覺得超窄 那這次犯了這麼重大的錯誤 我想大家都不能接受 那當然 我們很公允的講 翻開您過去的紀錄 其實在新聞的這個歷程上面 得獎也是無數 我想您應該不會想到 今天會在這裡面對這麼難看的問題 昨天 昨天要 今天要來這個備詢 您昨天晚上睡得好嗎 比較晚睡 今天在這裡接受了這樣子一個備詢 這樣子難看的一個問題 這恐怕是您過去在得獎無數的新聞路上 沒有去料到的 所以呢 我想 你這一次辭掉這個代理總經理 可是畢竟他就是代理 他是一個代理總經理 自己說啦 對您來說 本來影響就不大 也就比較不痛不癢 那事實上 你現在還是新聞台的台長 您有沒有考慮過要辭掉新聞台的台長 有的 我其實也跟董事長有提過 那現在呢 因為我是華視唯一的一個副總 那如果我辭掉 包括這一次呢 出包的一個主要是製播部 製播部的經理也是 就是被免掉職務的這個部分 所以目前會變成一個真空的狀況 所以現在我就必須比較忍入負重的 來做這個善後的工作 那麼等到新的董事會成立 對不起喔 陳代總經理我請教一下 我任務就結束了 到時候就請新的總經理 也請新的台長 我請問您一下 忍入負重 你到底忍了什麼路 負了什麼重 就是我們整個改革的任務 什麼路 忍入負重 什麼路 就是這一次的出錯的這個修入 這個路誰給的 誰給你的 我們自己犯下的 自己犯下的很好 所以我想自己犯下的 自己就必須要去承擔 那我想部長 對於我想公廣集團 尤其是我們的華視 您要這個也是要關心 也是要督導 那當然剛剛您有很多想要去解釋 或者是辯解的地方 我想我們今天是針對事實 那我們也希望部長 能夠把我們的華視 要多加關心 跟多加的督導 那面對 其實剛才這個 蔡亞林代總經理所說的 在台長的部分 您覺得 還要繼續下去 他還試任嗎 因為目前看起來 除了督導不力之外 在這個出訪的過程當中 也有這個公器私用的涉嫌 所以呢 以現在這樣的狀況 如果還要繼續帶領下去 真的帶得動華視新聞台嗎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像這個部分 是不是就請您尊重公事董事會去處理 我部長也是不管到那麼細 因為媒體 他還是有他專業治理的部分 我只要一表示意見 你就說這個我干預公事 我是首要升進公事 那這次出事的時候 你就又要我這邊 我還是 比如說剛剛委員講 有很多東西的確值得公事 要好好去檢討反省 但是有一些部分呢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尊重他的專業 那麼他們去處理 我坦白講我對華視內部 您看到華視頻頻出包 那李永德表示最快的時間 就會改組公廣的董事會 同志參與也表示 也可能會把台長的職位給辭掉 本身他媒體本身的 面對華視現在三度的出包 把行政院長蘇貞昌 現在誤職為總統蘇貞昌 還有先前的賈訊席 現在華視不但被批示內控失靈 NCC也哀轟縱容 前台北市副市長李永平分析 接下來出包幾可能是民進黨 賦予的認知作戰 帶你來看 華視為什麼莫名其妙會有這種什麼 物質的跑馬跟什麼物質的圖等等 那表示有一組人 他們事先已經做好的一些假消息 在那邊準備著 那這個部分也讓人不得不懷疑 因為民進黨一直在搞所謂的認知作戰 他們在網路上已經帶風向傳播假消息 用網軍這已經是一個大家都了解的 他們很熟悉的操作 那會不會華視也是被民進黨政府 賦予某種認知儲備作戰的一個基地 而讓他們平常的時候 就準備一些假消息 類似像這次大家看到 惡物戰爭的這個啟示 那也要用這種時候 不停激發民眾的恐慌 也要栽贓嫁禍給對岸 那更能夠達到這個民進黨 控制民意跟輿論的一個手段 那麼只是他們內部的儲備 在這個時候被放出來 那到底是是不是剛才我講的 民進黨內部的態系鬥爭 當然第三個我們也不排除 是華視內部真的有人緣同仁 是等於類似深喉嚨反抗者的角色 他們對於民進黨這樣惡意的掌控媒體 惡意的這個包庇NCC看不下去 他們故意的來做出包搗鬼 希望一舉拖垮華視的公盡力以外 也要拉垮NCC 讓大家看到說當時NCC 是如何不公的對待中天 那對比了今天對於禁電視和華視的縱容 更能夠讓大家對於民進黨的 所謂保障言論自由 然後對媒體不干預的這些部分 通通都是謊言 所以其實在這幾個角度 其實都是非常需要認真的調查 所以我在這裡也慎重的呼籲在野黨的立法委員 不只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包含民眾黨 包含時代力量五黨籍的立法委員 應該聯合的在立法院 要求組成調院調查委員會 針對華視的這個事件 到底他如何出包 到底這些假消息假討碼燈 你總有人要去打字啊 你總有人要去拿一個部分 貼到跑馬燈上面 你要說這些訊息明明無中真有 就是物質物貼打錯 這個要騙三歲小孩 誰會相信呢 水神物化器就是這一台 他24小時在我們這個環境的攝影棚裡頭 基本上是隨時的在做空氣當中的清銷 我們現在水神物化器呢 也有像這樣迷你的這麼小台水神物化器 請大家呢上快點GO下單的時候呢 輸入我的代碼CTI588會有折扣優惠